美国众议院议长裴洛西访台 中共解放军也宣布 从明天中午12点到7号中午12点 三天将在台湾周边的六个海域 进行实弹射击 而其中最接近基隆 还有高雄外海的三个区域 更是已经侵入到我国领海范围内 形同是要封锁台湾 而专家也分析了 对岸这次的行动呢 如果对比1996年的台海危机 我们看到呢 在这个范围上是更广 而且呢对台湾是更具威胁性 除了刺探台湾反封锁能力 未来共机更可能会进入我国的领空 对此国防部回击 共军是在破坏台海现状 国军已经加强战备 将会反制任何的侵害行动 强调国军备战不求战 硬战不避战 战机升空坦克车出动 舰队执行任务 国防部最新释出陆海空战备影片 强力回击对岸的武力恫吓 中共解放局密集公布演习画面 2号晚间更宣布将在台海周边 海空域进行实弹射击演习 从8月4号12点到7号12点 将包围台湾六个海域 划设操演区域 形同是锁台三天 其中距离基隆和高雄外海的 三个海域更已经侵入我们领海 高雄外海的演令区规模更是相当大 严重威胁全台重要港口和都会区 基隆港包含左营港 我们苏澳的军港都在它封锁的范围之内 大军压境的形势非常的明显 而且我判断它会做导火射击 这一次两岸情势升温 也让大家想起1996年的台海危机 但军事专家认为这一次对岸的动作 更具威胁性 一比较就发现 这回共军在高雄外海的 实弹射击区域明显扩大 最接近高雄港的距离只有20公里 另外在东部海域跟巴士海峡 也是首度出现大规模实弹射击区 画眼镜一画画三天 而且是实弹射击 对我们来讲威胁是非常的大 它在裴洛西离开台湾之后 开始实施三天的军演 所以它把所有的压力是针对的台湾 中国官媒央视声称 苏凯35穿越了台湾海峡 被我们国防部打脸是假消息 不过2号一整天 确实有多达21架次共击扰台 军事战家也不排除 共击未来会频繁跨越台海中线的可能性 会反制任何侵害我们国家主权的行动 对战不求战 硬战不避战 以及不升高冲突的理智态度 来加强戒备 面对中国更强力的军事施压 国防部小心因应 只要捍卫主权同时 又不能擦枪走火 企业商务员文好台北采访报道